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东美贸易战再次打响之际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 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和南非的彩色图层钢卷版 做出反倾销裁定 近期川金会结束后 美国对中共发起贸易突袭 令中共受到严重打击 由纽约时报评论称 世界安全和秩序受到来自中俄的挑战 西方允许中共加入世贸打错的算盘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太空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 美国将成立新的太空军 以确保美在太空的领导地位 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公开坦言 美将致力于驱逐中共在非洲的影响 分析家认为 美国对中共的遏制 已有权限展开的迹象 美国总统川普6月18日宣布 计划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收10%的关税 如果中共继续坚持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将再对2000亿中国产品加税 就在中美贸易战再次打响之际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 6月13日发布第51号公告称 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和南非的彩色图层钢券版 做出反倾销裁定 于16家中国公司受影响 公告称 经调查国家关税委员会认为 涉案产品的进口对巴基斯坦构成倾销 并对巴基斯坦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或实质性损害威胁 故决定自即日起对涉案产品基于成本加运费价格 征收反倾销税 有效期为5年 而就在不久前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6月6日发布公告称 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铅笔 做出反倾销出财 出财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对中国的涉案产品基于成本加运费价格 征收为期4个月的临时反倾销税 众所周知 巴基斯坦是中共的特殊友邦 被称为巴铁 两国号称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 从经济 贸易 政治 外交 到军事 安全 反恐等 合作非常深入 是事实上的盟友关系 中共将巴基斯坦 视为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 决定投资460亿美元巨额资金 与八方展开合作 但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 在今年3月4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北京当局推出的一带一路 至少让印度周边的8个小国 潜在性债务明显增加 而中共及其官方机构 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债权人 那些小国家陷入中方设置的债务陷阱后 将不得不在一些方面 受北京方面的摆布 随着各国看清中共一带一路的目的 多国取消或搁置了 与中共企业合作的项目 令北京一带一路计划受到重大冲击 巴基斯坦去年底宣布取消 价值140亿美元的迪阿末 巴沙大坝建设项目 巴基斯坦水电发展署主席 穆扎米尔侯赛因告诉议会 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公司 提出了严苛的融资条件 包括将新建的大坝 和一个现有大坝作为贷款担保 这违反了巴基斯坦的利益 缅甸日前也正在重新评估 一个由中共参与投资的港口项目 缅甸官员担心一旦未能偿还债务 就可能布斯里兰卡后陈 因无力偿还对中共的债务 而不得不将其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 交由中共控制 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第二季 重谈与中国合作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后 近日宣布取消中国成建的 由吉隆坡到新加坡的新龙高铁计划 马哈第二强调 这项总值17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 无法让马来西亚赚取一分钱 尼泊尔去年底也宣布取消 一个水电项目的25亿美元合同 尼泊尔副总理塔麦洛塔帕 在推特上宣布 由于中国公司吉卓瓦集团 在建设部署 甘达基水电站项目的违规 与中共的协议 在议会委员会的指导下的一次 内核会议上被废除 德国时代周报的政治编辑 比特纳尔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 现在回头看看 当初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是个巨大的错误 他指出 2001年对中国的大门敞开 西方许多人认为 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 将使中国人变得富有 中产阶级增多 最终中国中产阶级会发生 而且会投票 进而为中国带来现代化 但比特纳尔认为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 同西方的初衷被盗而驰 中国通过从西方盗窃知识产权 而变得更加富裕 而且变成了一个 网际网络时代的专制独裁 同时拒绝在投资和贸易关系方面 对西方作出同等回报 据报道 中共很多年来 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下 打着市场经济的招牌 利用世贸组织 这个法律承治不完善的贸易系统 获得了众多利益 川普希望西方经济可以一体化 达到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金融时报19日报道 川普在2018年的 七国集团峰会中 寻求继七国家之间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川普的最终目的是 希望西方经济可以一体化 分析认为 如果美国及其盟国 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 也就是说 在真正的自由贸易中 世界贸易组织将不可避免 会被彻底边缘化 而对中国民众来讲 也会是受益者 但在中共体制下 中共是不敢进行 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自由贸易的 所以这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 6月18日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 川普在会议召开前告诉约会者 他已经指示国防部 成立新的太空军 作为美军独立的第六大军种 他在会议上 展望美国未来的太空计划时表示 美国政府将致力于 重振美国的太空事业 和重返月球 实现把人送上火星的使命 美国在太空只有存在是不够的 美国必须在太空拥有领导地位 川普说 我们除了有空军 还会有太空军 分开但却平等 它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而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川普在这次会议强调 太空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和俄罗斯 等其他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 当天 川普还签署了一项 有关加强太空交通管理 和太空垃圾清理的太空政策制令 实际上成立太空军的想法 川普总统以及前几届政府都曾提起 但美国政府内部对此 一直存在分歧意见 路透社报道 五角大楼目前暂时 还没有对川普的想话做出回应 但有关官员说 他们将遵循白宫的指导原则 就在川普透露美将建立 新太空军的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时 劫持了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 表示美国政府将在非洲发力 致力于驱除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 让非洲走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 和政治模式 近几年 北京对非洲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 近期 中共最高领导层 更接连有高官访问非洲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掌励战书 今年5月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等 三个非洲国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泽 从6月11日至20日访问刚果等 三个国家 今年6月上旬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南非时 还曾高调宣称 中方正在全力推进北京峰会的筹备工作 期待着届时非洲各国领导人 聚守北京 把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提升到新水平 该报道指出 2017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达到1700亿美元 与十年前相比增加了1.2倍 随着中非贸易规模的扩大 使用人民币的交易增多 美元在非洲的地位正在被取代 据公开的资讯 北京峰会是指在中共主导下 以部长级会议形式举行的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每三年举行一次 是维系和加深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桥梁 美国一家顶级网安公司19日指出 有中共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和东南亚人造卫星公司 国防业务承包商及电信公司 该公司认为 这是中共国家级间谍活动 目的是窃取军方及民间通讯信息 美顶级网安公司塞门铁克研究人员指出 这些中共黑客害入控制人造卫星的电脑 改变卫星轨道位置 干扰数据传输 塞门铁克技术总监塔库尔对路透表示 干扰卫星会使民间与军方设施受到巨大干扰 而且卫星对电话 部分网络服务 地图工具及定位数据非常重要 但他为透露黑客究竟盗取了什么通讯资料 塞门铁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今年1月已发现有中共黑客组织入侵 该公司自2013年就开始追踪这一网络攻击组织 塞门铁克CEO格雷格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 该组织从2013年开始运作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 查明并标记了他们的活动 才发现他们的入侵行为 塞门铁克认为 这一组织的袭击属于网络间谍行为 但暴露了他们破坏袭击目标操作系统的策略 因此可能判定 该组织可以对目标采取更具进攻性和破坏性的活动 目前受影响的电脑已修复 塞门铁克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国土安全部以及亚洲的防务部门 分享了有关技术情报 塞门铁克公司总部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创立于1982年 在全球40个国家设有分公司 是财富500强企业 在全球拥有2万多名员工 不久前 美国军方还发现 中共黑客入侵了一家美国海军承包商的电脑 盗走了大量关于海底作战的高度敏感数据 包括用于潜艇的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秘密计划 据华盛顿邮报6月8日报道 一些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披露 今年1月和2月 中共黑客将目标对准一家 为美国海军海底作战中心工作的承包商 从其电脑中盗取了大量军事情报 海军海底作战中心总部 设于罗德岛州纽波特 是一家军事机构 从事潜艇和水下武器的研发工作 中共黑客从该承包商电脑中 盗取了614000兆位元祖的材料 内容涉及一个名为海龙的项目 以及一些暗号和感测器数据 涉及密码系统的潜艇无线电报式信息 海军潜艇研制单位的电子战图书馆等 鉴于国家安全考虑 报道没有公布有关被盗导弹项目的细节 也没有指明受到黑客袭击的是哪家承包商 长期以来 中共微缩小于美军的技术差距 军方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军方电脑系统 窃取军事机密 已是公开的秘密 遭到美国强烈谴责 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 仅2008到2010年 在美国被起诉的中共间谍案就有26个 其中44人被判刑 这项法案名为反制中共政府 及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 由资深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和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马西·卡普托尔联合发起 法案还获得其他四名众议员支持 两党议员突破党派分歧 一起提出法案来合力抗击中共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认为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表示 多年前就有很多中国意见人士给美国政要提出劝告 但他们置若网文 最近这些年 两党政要都开始逐渐清醒 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全方位的 张健说 过去美国的一些政要总以为是中共 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拉拢其他的国家 美国自以为中共很难突破美国的防线 但是从在美国后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不难看出 中共的渗透已经是非常有力了 而且现在美国也是亡羊补牢的方式 不过张健担忧 中共可能会动用在美国力量对法案进行杯葛 所以这个法案在争取通过的过程中 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挑战 该法案认为 中共利用公开和秘密的手段 试图影响政治和经济精英 媒体和舆论 公民社会 学术界 以及海外华人 通过一些政府机构 所谓的友好交流组织 以及政府资助的基金会 智库 教育和其他项目 从事其政治影响力活动 并将只称为统一战线工作 法案要求 美国的政策应明确区分中国人民 中华文化 以及执政的中共 并制定长期战略 以应对中共的政治影响力运作 审查 宣传和虚假信息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腾彪表示 这一点很重要 腾彪说 中共恰恰是在他的一系列宣传话语当中 把这些混在一起 就说中共代表了中国 代表了中国人民 这样的话 反共就变成了反中国 反人民 所以中共最不希望人民 把这些概念区分清楚的 除了要求调查 并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共 对美国政治渗透运作规模及测重点的 跨部门报告以外 法案还要求在美国的孔子学院 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目前全美有100多的孔子学院 今年2月联邦调查局 FBI局长雷一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监视各地的孔子学院 此外 这项法案的另一个重点是对美籍华人 中国赴美留学生和访问教授 学者的保护 要求加强相关执法 使这些人免遭中共的骚扰和胁迫 腾彪说 批评中共政府 这些人需要专门的关注 因为中共政府用各种手段 包括派线人监视 汇报他们的言论 对他们进行威胁 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进行威胁 各种手段严重地影响这些人的自由表达 甚至人身安全 但另一方面 腾彪指出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也有一部分是被中共利用来增加渗透力的 腾彪说 对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样的机构来监控管理 这个也引起西方的一些注意 实际上 他就是中共使领馆支持控制 让他们来监控在其他国家留学的学生学者 国会还希望川普政府出台更多的法规 以检查来自中共政府的投资项目 防止中共国有企业接管美国公司 去年12月 川普政府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特别点名中共及俄罗斯的威胁 此前中共在台湾的称呼问题上 施压美国的航空公司 白宫也罕见发表声明谴责中共 白宫强调 川普总统将为美国人挺身而出 抵抗这些来自中共的施压 而就在两党议员推出反制中共政治影响力法案的当天 美国司法部发声明说 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人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 在上周六被捕 他被控是中共间谍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廉 曾多次撰文 对中共大外宣这个政治话题进行详细分析和探讨 他在一份未能出版的大外宣研究报告中提到 中共大外宣在海外攻城掠地早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罢了 今年三月中共宣布将整合中央三大台而成的中国之声 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宣传机器之一 它是中共大外宣的最新举措之一 涉及影视 新闻 出版等领域 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 中共实行的大外宣策略 跟他的邪恶本径密切相关 邢天行说 从他诞生开始 特别注重的就是宣传 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也就是他要给民众洗脑 这个洗脑从国内再转移到国外这是必然的 当然也跟国际形势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随着全球化存在 使得中共在对外推行宣传有了一个市场 邢天行认为 中共大外宣能够得势 跟整个国际的大背景有关 而想要进一步理解这一背景 他推荐阅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以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这两部九评编辑部新书 邢天行说 文章说得非常透彻 他讲述的就是 共产主义实际没有消亡 他在西方社会 其实是用了另外一种面目在存活着 甚至影响力变不了整个社会 他骨子里是这样一种东西的时候 就会给中共这种邪灵 进入西方开大门 里面外合 九评编辑部新书揭示 共产邪灵所做的一切 本质是为了毁灭人类 在邢天行看来 中共大外宣也是如此 表面是中共要抓话语权 实际是共产邪灵要对人洗脑 使人们丧失了对真理的认知 价值观彻底破产之后 道德败坏 被弃神和传统 而最终走向毁灭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一书中写道 许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 都是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共产邪灵的代理人 或成为被共产邪灵操纵的 列宁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 虽然社会整体上 已经在共产邪灵的诱惑下 堕落到毁灭的边缘 但真正心甘情愿地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 由于败坏人类的人毕竟极少极少 一位媒体人曾向邢天行透露 自己所在的华文媒体的中文稿件 都是向中共新华社购买的 但这其实是违背自己良心的 邢天行说 这个媒体人本身 他也是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 他知道中共是搞宣传的 他自己也不希望 按照中共的口径去报道 2008年7月29号 国际人权组织追查国际 更新了关于中共对外宣传系统 向国际社会 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散布仇恨谎言的调查报告 除了分析中共党媒在全球的覆盖率 还提到 新华社的目标是要把地球管起来 不过吕家华裔作家圣雪表示 由于中共在很多方面的倒行逆施 越来越过分 引起了海外警觉 抵制中共的共识已经形成 圣雪说 去抵制中共对民主国家的渗透 对新闻自由的影响 伤害 现在这种反作用力已经开始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应该还是寄予很大的希望 今年2月 揭露中共全方位 渗透澳洲的新书无声的入侵发表 引起巨大反响 新书以大量事实和证据 对中共的海外宣传和统战机构 及各种渗透手段进行了详细分析 该书作者 澳洲大学教授汉密尔顿表示 中共在澳洲所做的一切 在美国也同样照做 东美贸易战再次打响之际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 对原产鱼或进口自中国和南非的彩色图层 钢卷版作出反倾销裁定 近期川金会结束后 美国对中共发起贸易突袭 令中共受到严重打击 有纽约时报评论称 世界安全和秩序受到来自中俄的挑战 西方允许中共加入世贸打错的算盘 日前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太空委员会 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 美国将成立新的太空军 以确保美在太空的领导地位 同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公开坦言 美将致力于驱逐中共在非洲的影响 分析家认为 美国对中共的遏制已有权限展开的迹象 美国总统川普6月18日宣布 计划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收10%的关税 如果中共继续坚持不公平贸易的做法 将再对2000亿中国产品加税 就在中美贸易战再次打响之际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 6月13日发布第51号公告称 对原产余或进口自中国和南非的彩色涂层 钢卷版作出反倾销裁定 于16家中国公司受影响 公告称 经调查国家关税委员会认为 涉案产品的进口对巴基斯坦构成倾销 并对巴基斯坦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或实质性损害威胁 故决定自即日起 对涉案产品基于成本加运费价格 征收反倾销税 有效期为5年 而就在不久前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6月6日发布公告称 对原产余或进口自中国的铅笔 做出反倾销出财 出财决定资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对中国的涉案产品基于成本加运费价格 征收为期4个月的临时反倾销税 众所周知 巴基斯坦是中共的特殊友邦 被称为巴铁 两国号称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 从经济 贸易 政治 外交 到军事 安全 反恐等 合作非常深入 是事实上的盟友关系 中共将巴基斯坦视为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 决定投资460亿美元巨额资金 与八方展开合作 但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今年3月4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北京当局推出的一带一路至少让印度周边的八个小国潜在性债务明显增加 而中共及其官方机构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债权人 那些小国家陷入中方设置的债务陷阱后 将不得不在一些方面受北京方面的摆布 随着各国看清中共一带一路的目的 多国取消或搁置了与中共企业合作的项目 令北京一带一路计划受到重大冲击 巴基斯坦去年底宣布取消价值140亿美元的迪阿末巴沙大坝建设项目 巴基斯坦水电发展署主席穆扎米尔侯赛纳尔认为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同西方的初衷被盗而驰 中国通过从西方盗窃知识产权而变得更加富裕 而且变成了一个网际网络时代的专制独裁 同时拒绝在投资和贸易关系方面对西方作出同等回报 据报道 中共很多年来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下 打着市场经济的招牌 利用世贸组织这个法律惩治不完善的贸易系统 获得了众多利益 川普希望西方经济可以一体化 达到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金融时报19日报道 川普在2018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中 寻求继七国家之间零关税 零壁垒零补贴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川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西方经济可以一体化 分析认为 如果美国及其盟国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 也就是说 在真正的自由贸易中 世界贸易组织将不可避免会被彻底边缘化 而对中国民众来讲 也会是受益者 但在中共体制下 中共是不敢进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自由贸易的 所以这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6月18日 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 川普在会议召开前告诉与会者 他已经指示国防部成立新的太空军 作为美军独立的第六大军种 他在会议上 瞻望美国未来的太空计划时表示 美国政府将致力于重振美国的太空事业 和重因告诉议会 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公司提出了严苛的融资条件 包括将新建的大坝和一个现有大坝 作为贷款担保 这违反了巴基斯坦的利益 缅甸日前也正在重新评估 一个由中共参与投资的港口项目 缅甸官员担心一旦未能偿还债务 就可能不斯里兰卡后尘 因无力偿还对中共的债务 而不得不将其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 交由中共控制 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第二季 重谈与中国合作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后 近日宣布 取消中国成建的 由吉隆坡到新加坡的新龙高铁计划 马哈第二强调 这项总值170亿美元的高铁计划 无法让马来西亚赚取一分钱 尼泊尔去年底也宣布取消 一个水电项目的25亿美元合同 尼泊尔副总理塔麦洛塔帕在推特上宣布 由于中国公司吉卓瓦集团 在建设部署甘达基水电站项目的违规 与中共的协议在议会委员会的指导下的一次内核会议上被废除 德国时代周报的政治编辑比特纳尔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 现在回头看看 当初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 他指出 2001年对中国的大门敞开 西方许多人认为 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将使中国人变得富有 中产阶级增多最终中国中产阶级会发生而且会投票 进而为中国带来现代化 但比特反月球实现把人送上火星的使命 美国在太空只有存在是不够的 美国必须在太空拥有领导地位 川普说 我们除了有空军 还会有太空军 分开弹却平的 它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而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川普在这次会议强调 太空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 当天 川普还签署了一项有关加强太空交通管理 和太空垃圾清理的太空政策制令 实际上成立太空军的想法 川普总统以及前几届政府都曾提起 但美国政府内部对此一直存在分歧意见 路透社报道 五角大楼目前暂时还没有对川普的讲话做出回应 但有关官员说 他们将遵循白宫的指导原则 就在川普透露美将建立新太空军的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时 解释了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 表示美国政府将在非洲发力 致力于驱除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 让非洲走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模式 近几年 北京对非洲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 近期 中共最高领导层更接连有高官访问非洲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力战书 今年5月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等三个非洲国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